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观音世界岁月如梭 又来到我们杨历十月的 流月预测总论解析 开始之前 请各位不许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将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流月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我们精彩的2024年 也即将迈入了维生 这个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把稳定中求发展 当成我们的中心思想 我们可以积极奋斗 但是不要轻率冒险 有时候胜负不是二分之一的概率 这点你真的是要牢牢记住了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个流月的甘之以及节气 又轮到了什么呢 在这个月的流月甘之 会在台湾与北京时间的 10月8日的时候 节气交接到了寒露 流月从鬼友月交接到了甲虚月 而第二个节气 就是在10月23日的杨历 在台北跟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57分 节气就交接到了双降 这就是我们在2024年杨历10月 会遇到的两个节气 而第一个节气寒露 是我们24节气中 第17个节气了 它的节气主要是以太阳 到达黄金195度的时候 定节气为寒露 很多人以为中华武术 是一个摸不着边际的玄学或是哲学 甚至是统计学 但是对于真正的专业的事来说 我们依据的是一个 依据宇宙星辰运许的环宇科学 不是统计学哦 而在古籍中记载什么呢 9月节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此时气温比阳历9月的白露 还要更低 所以从白露变成了寒露 所以清晨的时候 植物上结成的露水也会更多 而在华北地区 原先地面上洁白金银的露水 也会凝结成霜 寒意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节气的名称就称为寒露 代表深秋的到来 气候由凉爽逐渐转入寒冷下雪 但是现在这个急功气候之下 我们2024年 据说是整个过去的 可能长一段历史来讲 是一个最热的夏天 那么到底会不会这么准时的到来 这个也有可能 它是临时突然大降温 让人猝不及防都有可能 所以说爱护我们的环境 这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过去我们可能在几十年间 可以慢慢感受世纪的变化 当然现在可能更比较难了 当然我们的南半球 就是往炎热天气时候的迈进 要记住 天地有乾坤 地面有寒暑 人依天道而运 顺理而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跟概念 我跟老师频道很久的朋友都知道 一个月里面会有两个节气 一个节气里面还有三个后 每五天轮替一个后 在这个寒露的节气 它有三个后 第一后是红雁来冰 代表大雁鸟要开始迁徙到南方碧寒了 第二后是雀入大水为蛤 蛤就是蛤蜊 这个意思不是雀鸟进入水里面 从鸟变蛤蜊 它的意思其实是指天上的星宿 有一个叫朱雀星的朱雀七宿 要我们地球的移转 但是过去古时候是说 朱雀七宿它自己移转到了西边 其实是我们地球的转变 不是它变是我们变 那这个地方刚好是黄道宫的井卦 所以老祖宗开了一个小玩笑 它不是指的是雀鸟进入水里面 它就变成蛤蜊 它是天上的星宿的营洞 然后让朱雀星进入了井卦里面 好像就变成那个什么 雀入大水的蛤了 这个是老祖宗的小玩笑 第三后是什么呢 是菊有黄花 大部分的植物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都要枯萎了 唯独菊花在这个时候大放异彩 因为菊花它是属于鹰类的植物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更加的绽放 所以说秋天也是一个赏菊的好日子 而第二个节气就是我们的双酱 双酱不是我们吃火锅那个双酱肉 是气候的双酱 在这个时候太阳到达黄金的210度 也就是深秋之时 同时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当然这个节气之后就迎接的是冬天了 当然也适合吃火锅了 而古籍中有记载 九月中气树而凝 鹿凝结为双椅 此时华北的气温应该会降到摄氏0度以下 空气中的水气会在地面凝结成双 变成双酱 这个指的是初霜 不耐寒的植物就在这个节气开始停止生长 呈现一片深秋的景象 而这个时候也是欣赏枫叶的好时机 而节气双酱它里面分为三后 第一后这什么呢 叫做采乃祭寿 在古时候这个时候要秋季祭祖了 也就是秋季大殿 所以我们的秋季南北斗 五方朝元补运法会 就在杨历的10月来举办了 这是按照古法的科医来进行的 说时间其实是有要求的 而第二后就是草木黄落 代表阿兵哥放下枪杆 要开始扫拿哨码要扫地了 台湾还有其他国家不一定 第三后是折虫贤辅 代表虫类都要垂头而不实 要开始怎么样做冬眠了 这个这里面 其实各位有去注意我们的节气的 就发现到 其实这里就对应到我们春季的金折 叫金植 它通常都是有像相对认一样 每一个每一个季节 它都是相对出来的 这样大家有没有一点感觉跟了解呢 好看完10月会遇到两个节气 在开始预测我们杨历10月的世界大使之前 按照往例我们就要回顾一下 我们针对杨历8月的预测到底应运也多少 是准确还是右翻车呢 为什么说右呢 杨历8月我们流月星秀为三台星 这个星秀 这个组长了我们的8月 而复星有五鬼星 官服星 纸备星 所以我们当时预测 8月这个月份 我们可以看到各方的大国 开始进行了密集的相互谈判 以及会晤 首先我们看到中东的战火 阿玛斯的领导人被暗示 以及以色列的暴行 被国际谴责 双方陷入了内外的胶着 那这时候美国就跑出来 呼吁两边你暂时停火 至少给巴勒斯坦的孩童 先接种了小儿麻痹的疫苗 那以及乌克兰的状况 8月受到了欧美暗中支持 这个案大家都知道了 一股势力就直接打进了俄罗斯的地盘 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也收到了F-16的军援 以及非洲的M-2 突然进入到了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也赶紧的去介入 这些都符合了 我们内外势力协调的预测 而在经济上 我们预测的经济 不会有太好的加温 整体当然也是受到大环境的诡诀多变 让百姓更加的保守 企业也不敢大展拳脚 这个部分 我们百姓 尤其是中国的 他们大力去购买当地的国债 这是一个保守的投资理财方法 而在其他部分 其实世界各地的百姓也可以体会到 一般在经济运作 都有点预政乏力 政府唱得很好 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过得非常好 虽然我们不能称作于是完全悲观 但是也看不到什么改变的乐观的态势 这无论是亚洲或是欧美 其实都差不多的 大部分的执政者都还陷入在权力斗争里面 不可自拔 包含世界霸主 美国也是一样 而在基隆预测上 老师的预测是整体会走比较偏向区间整理居多 那这部分我们看到台股在8月6号的19000点 到了8月28日 已经涨到了22,370点 然后就到了9月4号还没交个节气 就又跌回了21,092点 美股比如说我们举道琼的工业指数来看 他从8月7号的38,763点 到了8月30的415,63点 但是短短的到了9月5日也还没交节气 他就回到了40,755点 所以整体来看 我们这个月对金融的预测 也蛮符合区间整理的 因为他头跟尾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差距没有很大 中间是上上下下的 而我们预测的黄帆星 也的确跟远处的白虎星合作 产生了突发事件 所以是说 让8月底的股市就产生了杀身隆隆 还没有接完节气 就血洗投资市场一片 所以这也可以是属于应验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8月总论的应验度 还是可以属于在65%到70%左右 这个还行啦好不好 而验证完过去 我们看一下未来 我们针对杨历十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这个杨历十月 我们看到主星为国应星 单一主星独挑大梁 而复星有什么呢 复星有碎破 大号 栏杆 鲍尾 加上月沙星 我们主星以一敌五 这真的有点预阵乏力了 远方也没有太强力的集星 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国应星 所以这个十月可以说是揭示出来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月 在国际局势上面 这个月受到了碎破 大号的压力 而且远方没有什么强力的星宿 足以协助我们去压制这两颗强大的复星 所以这个月的国际局势 会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一个月 以目前来看 远方甚至还有天狗星 血刃星来做强化 所以我们基本上比较容易看到 乌克兰战场上 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决战 生跟死之间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这老师个人的认为 乌克兰的战士 会在这个十月 走向一个决定性跟压倒性的结果 这个不再会拉锯了 而在另外一个中东战场上 同样也是一个比较白刃战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不是说巴勒斯坦战场呢 而因为老师从这个形象上面来看 这个战场会是比较广 碎破星 不会满足只在巴勒斯坦上面 收割我们的森林 而且接下来还有气候的问题 所以是说两方都有可能 甚至周边的国家 都有可能孤注一职的血战 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而同样在南海或是台海 也有可能引发争议的地方 弄得不好 情况可能会对小国有急转急下的结果 当然了老师只能静在不言中 这个有些事情老师在局里面也不能讲太多 大家各位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十月是真的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变化 当然能在和平中度过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嘛 对不对 那么在经济层面 这个远方有一颗陆讯星在不断的闪耀 要给我们带来一些经济上面的提振 这的确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会有比较限定性的帮助 也就是说这个陆讯星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 因为他被一马星的力量所影响 所以这个十月可能会对原物料的涨价 运输产业的成本的本益比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也就是你是卖原物料的 会有比较大的价差空间 毕竟你有存货嘛 对不对 还有原物料包含食品 还有能源的相关民生物资 他说涨价就涨价 但是他卖出去的还是没涨价之前就进了货 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利差呢 当然还是有 所以这些物资都有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批评 导致涨价的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进而展现了比较大的存货利润 他这个我们还是要多流利一点 而因为每个国家都自己不同的原物料的优势 例如无论如何 俄罗斯的国内他的福特加 他会涨价 但是不会涨太多 因为他的原物料是自己国家就有了 那他们自己可以量嘛 但是台湾的能源 例如电力 我们是烧钱发的 用费发的 所以各国的涨幅跟民生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网上的概率还蛮高的 要注意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层面 金融很多朋友特别关注这一点 金融部分老师其实无需多言了 因为老师自己不会在说破大号 而且没压制状况之下 进行任何风险投资 各位有些朋友可能很看好 年底了嘛 也可能看空 觉得这世界上就不好了 但是老师基本上原则上就是什么呢 一年一度都会有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月是说破 以及大号的精彩之乐 老师只想好好欣赏各位 在金融股市的精彩表演 我当观众就行了 我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进去的 那老师还是必须公正的说 远方的确是有刚刚提到的一些利多的题材 所以风险投资的确你说他没利润 也不是 他是有利润的 原物料运输民生物资相关题材 各位还是可以衡量看看 而AI跟高科技的 在年底通常会有一波研发 成果的一些预期性红利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跟参考 老师的建议是 这些当然我们看得见的这些 这些好消息 或者是一些固定的年底的红利都会有 但是能的话我们还是尽量晚一个月再进场 对不对 这年底也不是只有一个月是不是 或是你至少怎么样 10月20号以后 我们再斟酌看看 因为一过一半了 当然是比较好的考虑空间 但老师在意的不是金融股市的起伏 而是说迫对人命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对人命的压力 就是对各位 你们自己的盘上面 还是会有产生压力 运强的人可以顶得过 运弱的人 那你可能就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老师还是建议 多放点钱在身上 多好存款 保留财气的酝酿累积 是比争取风险财还要更好的做法 老师真的是觉得 人生还很长 有什么事情 你过了这个月再看看 其实还真的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吗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 在杨历2024年10月的留意月总论解析 这个月 帅魄大号 基本上老师建议还是保持稳定 保守一点 好好的过日子 稳扎稳打 其他的什么都不做 会比做什么来得强 星象实在不美丽 建议还是保守 来由低调 累积我们的财富 会是最好的做法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下一集 我们就来看看十二生肖在杨历10月的运势解析 我是沈老师 我们下次见